各位相信父老 我看要在你们广东 找出一条英雄好案 恐怕很难哦 你放屁 难得很 广东省十大捷乎青年 无敌神拳 方世玉世爷 拳打广东一声 脚踢舒寒二周 雷老虎设下擂台为女儿比武造亲 规则是打败他的老婆李小环 抢到绣球 并且双脚不能落地 好漂亮啊 要是我娶了她 我一定让她每天晚上睡不着觉 你别不得心 行吧 不行你可以帮忙啊 好 你也没定 见雷婷婷如此冒昧 挑战者也是络绎不绝 可惜李小环武功太高 一般人还真打不过她 而婷婷也早已心有所属 半道以断尿开流 雷老虎无奈 只好用丫鬟暂时顶踢 自称无敌神拳的方世玉闻讯赶来 世玉自小以朝要近身 练就一身铜皮铁骨 方即和李小环站得有来有回 眼见擂台上的木装都被踢坏 双方冲到擂台下 以人头为装 几个回合下来 李小环被范世玉抓住 一把扔了出去 雷老虎见状 叫神家丁将其接触 世玉脚下也有兄弟相助 群众自觉地让出一块困地 但这次世玉明显落入下风 只因她的脚下只有二人支撑 而李小环有六个 世玉见大宝正招为忧 飞升脚踢八方 再借大宝之势踢中李小环要带 世玉乘胜坠击 却在此时顶踢婷婷的丫鬟掀开头盖 世玉看到她的面容后 吓得惊慌失措 赶忙接触即将落败的李小环 再用她的脚尖轻轻一点下巴 装作斗拜仓还逃离现场 却不知真正的新娘 其实就是她几天前 一见钟情的美貌女子 另一边 范母苗翠花得知世玉败下擂台 当即扮成范世玉的哥哥 帮大宇前往擂台找回面子 她的男性魅力 不仅将李小环迷得神魂颠倒 还一口气将其击败取得羞求 果然竟然还是老的辣 但她只想来找回范家的面子 恍然忘记了这是比武造星的擂台 雷老虎见范家人如此出色 当天就摆好花轿前去接亲 为此不惜动用官府的力量 但翻遍了范府不见范大宇 只能用苗翠花威胁范世玉 和她的女儿直接动访 雷老虎霸道的抢亲行径引起了供风 九门提督马上就要来此寻查 为避免生事 知府提议让范世玉承认是自愿成亲 雷老虎想要驱打成招 雷老虎嘴上说着要以得福人 晚上还是将范世玉强行送入洞房 现在是男无情妾无依 新娘子上来就能出一把废刀斩灭了蜡烛 接着又掏出一把大刀冲向新郎 房间一下子乌漆马黑什么也看不见 本是有情有义的俩人 就这么硬差仰错的相约婚礼作罢 次日 世玉的父亲番德在外归来 本以为他得知此事会大发雷霆 没想到他非但没有责骂 还非常罕见的给苗醉花带着礼物 慕尼里亚觉得他非常可疑 于是便暗中跟随起后 不曾想竟偷听到番德是红花会的成员 而那本朝廷一直在找的红花会成员名册 此刻也在他的手中 就在此时 一大群清兵杀戮 他们手持洋枪一枪一个 慕尼里亚不知为何物 以为是在犯鞭炮 九门提督二耳朵 追查名册下落多年 以为就要得手 番势于纯中刀尾 拖下的颜料 让阳枪瞬间失去了作用 双方单极刀剑火拼 为了保护范德 慕尼里亚齐齐战争 苗翠花为了掩护范德逃走 但方世玉独自抵挡二耳朵 没人母亲的相助 世玉也逐渐开始招架不住 对方不知练了什么武功 肝猛无比 拳脚功夫明显占不到便宜 世玉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个木棍 几招下来打得二耳朵苦不堪言 无奈之下 他只好四季抽出一根竹竿进行反击 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墙 世玉再次落落下坟 对方甚至可以将竹竿弯曲弹射 恐怖如斯 但太长也有落点 一旦被禁声将无还手之力 无奈只能将其断维短过 顺庆就找到了反击的机会 但父母此刻已经走远 世玉也不再恋战 于是当即四季蹲走 一家三口在树林会合 但身份暴露 芳德决定举家头奔雷老虎 雷老虎也不禁一阵头大 我本来是不想来的 可是我老婆说雷兄是一个人中好奇 我不太相信 所以我就答应他们到你这来 住个十天半个月 看看雷兄文明已久的 以德夫人是怎样 我就是以德夫人了 你们尽管住下来 我就让你们住到不为止 雷老虎一听到以德夫人 当即爽快答应 世玉和雷婷婷此刻也终于指教 对方的身份 见他们如此情投意合 雷老虎决定明天就将婚礼不办 惊得翻得猛喷一口水 但到了婚礼当晚 在场竟然一位嘉宾都没有 却在这时来了一位无数之客 九门提督二耳朵前来祝贺 这让世玉家连满转头回避 从头至尾不敢露脸 但指终究是抱不住火 二耳朵单场逃出洋枪翻脸 李小黄飞身不救中雷枪 气氛瞬间剑拔弩张 他们纷纷滚起圆桌 敌胆活力 等官兵靠近时 只剩下腿部受伤的芳德被其请货 最可怜的就是雷老虎了 原本只是想召个广东女婿站完脚跟 不曾想圈落了个家破人亡 世玉当晚便潜入城中打探消息 却从朋友口中得知恶好 好兄弟大宝因不愿否认 与范世玉的兄弟情而被活活打死 尸体至今还被挂在城头上 暴怒的世玉拿着一条绳索就来城头收拾 尽管有众多士兵把守 但不过是帮乌合之中 世玉将大宝绊在身上并肩作战 用绳索将小兵们痛讯一番后 让他们给大宝磕头论错 之后便亲手将他埋葬 他已得知范德将于明日出战 为了不连累母亲 他缓声父亲已被红花卉救走 自己明天要带着明册 却和总舵主陈家洛会合 让他们先去泼水滩的红花卉分会避难 而李小桓已无法就医于当晚去世 次日 世玉抱着必死的决心与众人决别 干 明册战士 今日我报信玉 全天一位共铁团 写赛特赛 揽往揽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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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帆斯玉拿出明册和炸药相威胁 二耳朵见起胆识过人 于是答应他只要在神冠之前打败他 就犯了犯德 世玉尝试柴灭生火 却遭恶耳朵多次阻拦 文赖只能与其一决高下 世玉一时间被打得毫无招架持 其硬气功更是打在城墙上 城土不一样 剑绳索即将扫光 世玉也不得不谨慎对待 我精灯坏加权 本事要收你做独立 你欺负我老八 我该没机会 二耳朵见自己落入下风 当其在脚尖套上铁器 更是将其一脚踢路站台下方 但狭小的空间不但对自己没有一点优势 反而被放世玉用无影脚打得节节败退 紧接着世玉又踹起双腿 一招连环穿心腿打得二耳朵无法动弹 二人从台下打到台上 又见绳索即将捎断 无奈之下 世玉只能将名册抛出城墙引走二耳朵 在千军一发之际终是抓住绳索 但断头台上的杂刀其重无比 世玉将绳索套在柏梗上 世玉与父亲同生共死 百姓们被其笑情感动 冲破士兵封锁纷纷上前半半 二耳朵发现拿到的名册竟是假的 当即下令杀武社 这时苗穗花带着人马杀了回来 没想到世玉随口胡说的谎言 竟是让他们真的找到了红花会分会 此时城前上呼现一霸气男子 他就是红花会种舵主陈家洛 一身剑法已是出神入化 眨眼间二耳朵已被他一箭穿心 但二耳朵抱着必死的决心要与其同归于尽 描述化劲状飞鞋踢去 二耳朵刚想多少 被视于完美补强 陈家洛见世玉气改不凡 并将其收为一职 闯荡江湖要跟我一样 以德胡人知道吗 自命 至此 世玉带着雷婷婷随着陈家洛 闯荡天涯 这部电影是93年李连杰五部电影中 票盘最高的一部 同时也成就了赵文卓 但让我印象最深的始终是雷老虎 那句以德胡人在我的脑海中至今挥之不去 以德胡人 请不吝点赞